你们要干什么 通过住 快出去 你们凭什么在这里胡闹 日本的学校不是让足度的 你给我滚出去 什么 你们这些人太过分了 滚开 你们这样算什么 只有指责在这边欺负人 你什么人 你什么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不要以为我怕你 我就是不把你看在眼里的山田光子 挺好 我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 马骨消失 我数到三 你给我滚 一 二 赶 赶 我 赶 我 我 我 他 Sim ... 有啊 ... aqui ... 有了 有啊 ... 有啊 ... 啊 ... dedicated 来 来 来 还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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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传越文夫 就是黑龙会的总教头 你们这么快就打完了 我不是说过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的 现在还有没有人怀疑 杜边教授 我代表他们向你道歉 还要感谢人家手下留情 要不然你就变残废 你是跟谁打的 跟我打 你是什么人 功夫不错 我是黑龙会的传越文夫 你是 你 光子 你怎么也会在这里 传越叔叔 我的这支钢笔被你的徒弟给弄断了 你一定要赔一支新的给我 光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传越叔叔是个有名的穷光蛋 你们谁身上有钱 这个够你买新钢笔的 你这个小丫头一天到晚就知道跟你传越叔叔导弹 将来长大了一定嫁不出去 才不要你管 我只要有陈真就行了 你好 我就是金武门的陈真 上海的金武门 是 那霍元甲先生 霍元甲是我师父 是吗 你不相信 不是 我刚刚接的一封电报 是从中国上海打来的 电报里说 霍元甲先生 在一场比武当中 被人打死 对手是我们黑龙会鸿猴道场 名字叫借穿龙翼 这不可能 很抱歉 我说的都是事实 对不起 我先告辞 没有机会跟你较量一下真是可惜 陈真 陈真 你要去哪里 中华会馆 我要查明师父是不是真的死了 你师父不可能是日本人杀的 绝对不会的 你师父不可能是日本人杀的 我告诉你 如果这次你去很久才会回来的话 我绝对不会等你 陈真 你会不会回来 等他们离开中国回到日本的时候 我就会回来找你 可是 日本人到青岛打的是德国人呢 你要搞清楚 青岛也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人跟德国人都是侵略者 陈真 你真的那么恨日本人 我不知道 光子 生长在这个时代 你我都无法选择 请保重 陈真 我 不懂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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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零钱了 我没有零钱了 没有了 我真的没有零钱了 我说了我没有零钱了 走开了 走开了 还有 我不是日本人 先生 原来你不是日本人 那太好了 请坐 先生到哪去 我去金武门 金武门 你去学功夫 大叔 我是去学功夫 请你快点 学功夫 我劝你不要去金武门 在上海滩每个人都知道金武门过去是第一 现在是这个 你拉不拉 你不拉我换别的车 拉 你给钱 大爷说去哪就去哪 坐好 走 走 连货元甲都死了 金武门没有前途了 你考虑一下 你考虑一下 我介绍别的武馆给你 在这里没有前途了 吴师兄 吴师兄 真的是你啊 阿彪 我帮你拿 谢谢 你是 陈真 金武门 金武门 金武门一定有前途 你等着看 怎么了 你还等什么 吴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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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先父的灵堂 要切锁武艺 请到外面去 吴师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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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 师父 你没事吧 您师父 承让承让 霍兄弟是我既不如人 是我上这步 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周车劳顿 如果下次有机会切梭的话 不如我到柜馆拜访 你书念完了 不管怎么样 回来就好 龙大叔 我本来不想耽误你的决业 所以叫他们不要通知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日本看到报纸才晓得 那些日本人现在一定很得意 陈真 先去跟父亲磕个头吧 这是干什么 陈真不是霍家的人 怎么可以平马带孝呢 龙大叔 陈真从小跟着父亲 有父亲把他养大 他跟霍家的人没什么分别 父亲没去比武以前 小伤病已经很严重 我确认他好几次 他就是不听 磕头发 你干什么你 这个人子是你生不起手险的 龙大叔 你干什么你 陈真做得对 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土地上恒行霸道 就是因为我们忍得太久了 我说过 今后由我霍廷恩再进我们 军不会再忍下去 我去找杰川 陈真 照规矩要先下挑战书 我现在就去 管他什么规矩 陈真 是 红口道场是日本人的地方 宣布防队他们都没办法 万一你出了什么事 救门怎么办 连你爸爸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龙大叔 你爸爸把你交给我 我就这个责任照顾你 阿伦阿翔 你们带几个兄弟跟着陈真 发生了什么事 马上回来投救我 是 是 三万 手气这么好 还真漂亮 出去 老总 电话 什么人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喂 有什么事情说 龙敬孙 事情闹这么大 好 我马上来 跟我到红口道场 是 干什么 用力点 用力 休息一下 你 你是什么人 怎么可以到这里来 金武门成真 我要找借船龙衣 中国猪不可以进红口道场 出去 这是中国人的地方 是中国人就可以进来 混蛋 没干什么 你还可以拿着 没有 没干什么 我不想跟你动 叫你们馆主出来 我跟晨晨做一次公平的比误 如果有什么后果 双方绝对不可以追究 我师父用的是霍家裙 我也用霍家裙跟你打 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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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师父 我现在再看清楚 你根本不是我师父的对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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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告诉过你 红果道长除了日本人没有上街指责是不能进去的 是 你们到底看清楚没有 他有没有进去 我亲眼看到武师兄进道场的 对 你看 武师兄出来了 是日本人 不是 是日本人 不是 有什么事 没事 腾田先生 领事先生 没事 真的没事 最好不要闹事 是 是 第一手队收队 武师兄 怎么样 大赢了 你们去通知庭恩跟农大叔到师父坟前来找我 我们走 我大爷的墓还没弄好 那最好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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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点 医生 麻烦你 麻烦你 我是医生不是验尸官 让我来 让我来 要取什么部位 你要验毒就把杆拿出来 你们在干什么 医生在这干什么 开关业尸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龙老哥 陈珍他是金武门的人 我没有权力阻止他 可是你 陈珍 父亲的尸体你怎么可以随便动 我跟介川交过手 他根本就不是师父的对手 我怀疑师父被人下毒 陈云奎 你根本会怀疑霍老子是中毒的吧 霍原甲被介川打得吐血 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 就是 不是吧 你还以为我每个人都瞎了眼 这 龙大叔 我宁愿悲伤对师父不敬不孝之罪 也一定要查明真相 如果你要阻止我 就先把我杀了 停 是有毒 我肯定他是中毒写的 到底什么人下的毒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了 来 大家来帮忙 把师父再安葬下去 是 是 我是不是说过 师父不会那么容易被小日本打死的 就是 看见小日本以后敢不敢省心 对 还好五十九回来这时候 要不是他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怎么想都想不通 师父怎么会中毒 师父在外面那么多应酬 被人下毒也是很容易的事 你还记不记得 师父为了跟介川比武 花了一个月时间静养 他怎么没有出去应酬 没错 下毒的一定是金武门的内心 小慧 这个师父平时的饮食体聚是不是你负责的 是啊 什么事 龙大叔 你该不会是怀疑小慧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除了小慧之外 还有谁会经手你爸爸的饮食 就是我 只有五门上上下下所吃的东西都经过我 你是在怀疑我了 阿翔 你到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毒药老鼠药的 快去看看 庚叔 别发那么大脾气 这不关你的事 你快去 到我厨房看看 有什么可以毒死人的东西没有 快去 去 庚叔 庚叔 别这么冲动 不查我会死不瞑目的 什么事 大师兄 龙大叔在查哪一个是害死蝶的凶手 跟叔任务我们怀疑他 我也没有说怀疑他 这样也好 你和我煮的饭炒的菜你们都不要吃 我在这这么多年 霍爷都是吃我煮的饭长大的 龙敬孙 你竟然说我下了毒 你说我毒死祸也 我 好了 庚叔 大家吃饭了 陈珍 这饭菜里面下的毒 师傅都是跟我们在一起吃饭 如果你煮的菜毒死了师傅 大家都被毒死了 分析的有道理 龙敬孙 听到了没有 怀疑无踪 庚叔 吃饭 对了 那些日本人说不定会来找我们麻烦 大家吃快一点 大家吃饭了 大家快吃 师兄 我要到史密斯那里一趟 他会告诉我化验的结果 看师傅中了什么毒 化验 是啊 化学检验 哦 有特别这样练功吗 没有 没有 好厉害 好棒 你会不会 无师兄 无师兄 以前没看过你这样练功 你还叫不叫我们打拳 请 来 我们来练好 来 走 我们先叫我们打拳 走 来 动作太花俏 不一定有效 学功夫不能死练 搏击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击倒对方 所以我一定会要求反应速度跟力量 还有最简单的攻击呢 也就最直接有效 如果你们要打人的话 首先要学会挨打 不是吧 五师兄 在对方没助手前先把电话打倒 可是如果力量不够的话 你打人家十拳 对方没事 人家打你一拳 你就倒了 挨不住了 师姐 这两个人要来学功夫 请问一下 是不是陈真师傅教我们功夫 我们要跟陈师傅学功夫 今天我们的管主是霍亭恩 是不是陈恩教不敢保证 不想学就回去吧 这什么马步 四平马 四平马 我看是死马 好 踢一下我看看 这样踢哪有力 我告诉你 日本武术里有一种侧踢 虽然很简单 可是速度很快 威力也很强 五师兄 踢给我们看看 对 好 今天我们看看 来 这样 咱们看起来 这么厉害 你没事吧 要借助全身的力量 顺势踢出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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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干什么 不要走吗 太晚了 我要你留下来 我现在是馆主 所以一定要回去 以前是你爸爸在 你不敢在外面过夜 现在你是馆主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万一被人看见了 将来会有人不服我 我才不相信 有哪个敢不服我的庭恩呢 好吗 留下来了 天亮以前 今天我一定要走 我要知道这些人的一曲一动 为什么要监视日本人 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不是食物的蠢才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介川先生 你被晨晨吓傻了 连门都不会敲 我想让你多休息 没准备让你参加这个会议 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情 我们的军事参谋长 有没有听到 霍云甲验尸的事情 你们几个先出去 是 怎么样 有什么事情不能公开说 下毒的事 是不是你叫人去干的 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 到了今天 无论经济 科技 工业 以及军事力量 都大大的超越中国 原本希望你们这些学武的人 能将中国的武术神话打破 可惜 你们偏偏不争气 我们要插手 也是逼不得已 卑鄙 所谓兵不厌仗 这句话只适用于你们军人 不适合用在我们练武的人 我跟霍云甲的比武 原本是堂堂正正的 就是给你们这般英犬弄了这样的卑恋 你不配谈武士道精神 让我告诉你什么是武士道精神 就是把对你做都忘记 为了向天皇效命 即使做一个历史的罪人也在所不惜 你叫不对 我示範给你看 我们说他是这样踢的 史密斯医生检验的结论 说师傅应该是给一种慢性的毒药 破坏了他的肺功能 他在跟借穿打斗的时候 根本受不了他的重击 我们进入门里一定有内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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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晨 晨晨 你让他回来干什么 农大叔 你为什么这样问我 你回来这两天 所有的师兄弟 所有的师兄弟都把你当成是崇拜的对象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廷恩心里多难受 怎么可能 从你第一天回来开始 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自作主张 你有没有问过廷恩 你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你是很能干 但是你也要记住 廷恩他才是我们救我们的唯一管主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五师兄 这么早起来跑步 真下功夫 陈师傅 陈师傅 那么早起来跑步 你看 我们全部兄弟都来的 他们要跟你学功夫 陈师傅 你教教我们学功夫 你不要这样跟着 陈师傅 帮助 很师傅 知道要学什么功夫 师傅死了 师傅 等一下 不要去 不准用暴力解决 将冠 走 大将咋 昨天你去哪里 整晚都没回来 晨真呢 她出去跑步 等她回来告诉我 我先回房 不得了 小日本来听管了 大家快出来 大师兄 小日本来 快去看 镇定一点 我看会出事 快去找全部 走 有什么事 陈真 人在哪里 陈真 我不知道 可能去打日本人了吧 我这个师弟脾气很怪 一天不打日本人 浑身都不舒服 中国人好卑鄙 按下我们借穿管主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 只会恶人先告状 少说废话 你们今天不把陈真交给我 我是不会走的 你们这次有备而来 我料你们也不会走 关门 我让你 天鹅 控住希望令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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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下来 快 快 快 你还这么鬼的 不是人去下了 救命 收到 好了 你们可以离开了 你说什么 就这样放他们走 大家都有损伤 我看就这样算了 我们不会走 把晨晨交出来 看杜鞭兄给我的面子 我不懂什么叫面子 晨晨 跳 跳 不许动 老鬼 我不信你敢开枪打我 我是不敢开枪 可是这把枪不晓得会不会走火 谁动我就开枪打谁 把晨晨带走 走 为什么要带走晨晨 晨晨昨天被人杀了 我带他回去调查 我没有杀人 我没用 把他带走 走 走 走开 不要再告诉我 快点走开 不要动了 我们不要开枪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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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怎么这样揣呢 对不起 龙老兄 我现在自身蓝宝 这个案子不是我负责 那晨晨怎么办 看运气了 看运气 开庭 刑捕头 你说有四个证人 是 我们巡捕房里有四个证人 他们都可以证明看到陈真杀人 真是奇怪的 这四个证人他们是哪里找来的 我亲眼看的是陈真 我们全部都认识他 我看到他们一刀一刀把那日本人砍死 就是他 我亲眼看了很有斧头砍死那个日本人 我真的认得就是他 请问我这里有几只手指头 两根 四个 不对 不对 四个 干脆你走进去让我看清楚 不用了 根本是乱说吧 这些都是他们找的 我没有杀人 我当时一直在金武门 我的师兄弟可以替我做证 法官大人 我认为金武门的人跟陈真是同门师兄弟 所以他们没有资格做证人 你不要胡说八道 别来说话 法官大人 法官大人 我认为中国人的口供不足彩性 我的证人是日本人 我认为金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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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你的身份 我的名字叫山田光子 现在的教育部长山田光南是我的父亲 根据陈真所说 他整个晚上都待在金武门 山田小姐 你能不能证明这一点 陈真她说谎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她跟我在旅馆房间里头 一直都没有出去 整个晚上 是的 如果陈真她趁你熟睡之后 再偷偷溜出去的话 你不会知道吧 可是她根本没有机会出去 那天晚上 我们两个在床上 一直没有睡觉 既然没有睡觉 那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两个在床上没有睡 你说能干什么 她在说什么 不知道 你呢 那个日本女人说 她跟我说上床 真的 不要脸 是啊 你不要这么说话 这个案子太荒唐了 我现在宣布这个案子终结 被告无罪 来 恭喜你 什么民族英雄 不过是好色之头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现在已经抛弃一切 你还养我一辈子了 叫我做饭给她吃 什么人 哪人都没有 你死了这条心吧 陈真 你师父生前送你到日本 她是要你到日本学心科技 知己知彼 对付那些日本人 不要为了一个日本女人 把师父交代的事都忘了 我们金武门 不想让人误会 我们跟日本人有任何勾当 陈真 你是我们金武门的人 就不应该跟这个日本女人有来往 陈真 是不是我到这里来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没那回事 陈真 大丈夫何患无息 你一旦儿女情长就英雄气短了 难道你真的为了一个女人毁了你一生 农大叔 光死他抛弃一切到这里来找我 况且他今天在法院讲过的事 我不能不照顾他 说不定日本女人就是这么随便 在我们金武门 绝对不荣幸有日本人留在这里 你自己选择 一是你跟这个日本女人分手 也就是你离开金武门 大师兄 你这样摆明要赶走我师兄吗 怎么了 刘震生 你现在就站在日本那边 你不要冤枉我 冤枉你什么 你越来越像萝卜头了 你再说一次我自己不算 说了说 你以为我怕你 你们不要吵了 陈真 再这样下去 金武门很快就会垮了 我不想看到金武门内讧 事到如今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跟我 看谁先当金武门的管主 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当管主 我不管你有没有想过 事实上 金武门里面有很多人就是服你不服我 我要跟你比一次 我要跟你比一次 我输了 你就是金武门的管主 如果你输了 就立刻离开这里 怎样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为什么 好 哈啊 快走 大师兄 大师兄 打 我们金文不需要进入日本走 大师兄把他赶进进我们 大师兄把他赶走 我们金文不需要进入日本人 大师兄把他赶走 大师兄把他赶走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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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大师兄 大师兄 来就不 我输了 现在你是管主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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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当管主 我也不会离开光子 如果要我选择的话 我只有离开金武门 岂部 戈里 了 沙 今 complet 房子 来 王子 在这等我一下 老板 有没有房间 有 有房间 请跟我来 有房间 来 日本人 日本人就没有房间了 她是我太太 你去通融一下 那个不是陈真吗 这我们的陈真 原来她是个好色的大汉奸 大汉奸 没有房间了 你们还是赶快走吧 你不要影响我做生意 快走 快走吧你们 陈真 我们还是走吧 快出去 来 梁子敏 怎么了 有了 杰志明 这里面 有老鼠 在哪里 刚才在这里 真的有老鼠 可能跑掉了吧 这种地方一定会有老鼠的 那个老鼠好可怕 它在骚扰我 是老鼠先住进来 其实是我们骚扰了它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我真是对不起你 竟然要你住这种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 你看 风景好漂亮 其实住这里比住旅馆舒服多了 你真这么想 那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你真的要放弃金武门 把金武门放弃了我 这样没有包袱 把人轻松多了 可是这不像是你 为什么 你是在骗自己 没有金武门 你会觉得空虚 又怎么会觉得轻松 光子现在知道 晨晨是在骗自己 你真知道 嗯 我怎么会觉得空虚 都没有关系 你会觉得空虚 会不会太多了 你会觉得空虚 是个人在骗自己 庭恩从小没受过什么挫折 比武叔给了陈真 是很难接受 大师兄的脾气很倔 我是怕他不敢回来做馆主 他不做馆主 谁来做馆主啊 霍家的弥宗权向来是不外传的 如果他不做馆主 弥宗权又谁传下去呢 对了 这几天谁叫功夫啊 阿强跟阿彪 如果这几天有人来踢馆 不然那就好看了 我母亲写信告诉我 说金武门得罪了日本人 叫我不要再留在这儿 那怎么办 你真的要走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用担心 怎么说这里还是阴苏界 日本人还是会有点顾忌 对不对 你们中国人真是浪费 一桌的人吃两桌的菜 什么事 我要见你们金武门的馆主 馆主是你想见就见的吗 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们黑龙会第一高手传阅先生 要向你们馆主挑战 那怎么办 找大师兄回来 没有用的 还是找伍师兄 我知道他在哪里 你想弄汗就回来打萝卜头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的 你还弄汗不去 不要吵了 你们这儿吵也不能解决问题 快去把你们大师兄给找回来 去 快去 跟叔 阿强过来 大师兄到底到哪去了 我怎么知道 走 到底什么事 跟叔 你不要装糊涂 我儿子怎么了 阿强 他们找到大师兄里没有 要是没找到不要给他 跟叔 有事晚上再说吗 你不是说我下了药就放我儿子的吗 跟叔 你儿子在山东犯着杀人罪 你说放就放 是你自己答应我的 我哪有答应你 是连萝卜头答应的 我媳妇告诉我 说我儿子在牢里面给萝卜头杀死了 我可告诉你 你说不做都已经做了 再说你没白做 那间大洋你也收了 你收钱的时候怎么不会心软 那些日本人既然答应你 你儿子就一定不会有事 你不要再乱说话了 你们说过那些药不会害死霍爷的 早知道这样 我宁可我儿子死也不要霍爷死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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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抬高一点 快把根输放下来 快啊 我们在根输尸体下面找了这个东西 这什么东西 这是亭恩到南洋突然买回来的鳄鱼肉干 这是教权病的 过来一下 对了 金武门里面只有霍老四吃这个东西 照这么看来 他是用鳄鱼肉堵死了霍原家 然后现在内疚自杀了 他人已经死了 不要把这话传出去 让人知道金武门里面有内奸总是不好 你们金武门里面有没有内奸都要解散了 陈真离开了 庭恩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 我看你要赶快找个人来接金武门的馆主 金武门弄成这样 我真不知道怎么跟死去的霍老四交代 老总 现在该怎么办 今天是你带队你问我 你就帮帮忙吧 老总 带点鳄鱼肉回去化验一下 是 我们回去 收队 请你再试试帮我把停文找回来 我知道 你放心好了 好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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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金武门干嘛 不知道 姑娘 请问您找哪位 请问你 农静孙农大叔在不在这里 农大叔在里面 请跟我来 农大叔 这位姑娘找您 请问你是哪位 农大叔 庭恩现在在我那里 我劝他好几次 他都不肯回来 我想现在也只有你有办法能够劝他了 你住哪里 方方方没带我去 你住哪里 最新楼 那是季月 你认识铁恩多久了 两年 他一定在你身上花了不少钱 你放心 好了 我会离开他 农大叔 你不要误会 庭恩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坏 其实他一直都很希望重振金武门 他还告诉我 要做得比他的父亲还要好 是真的 农大叔 你一定要帮他的忙 你们让我打 放开我 放开我 快走 快走 大师兄 阿星 阿彪 我们回去了 是 你们全都在这里 是不是金武门出事了 红口道想向金武门挑战 我们找你回去商量 那陈真呢 叫陈真去 人家不服 你现在是金武门的管主 好了 算了 我们走吧 等一等 等一等 我跟你们回去 你有把我赢 就算打输了 我也不能让金武门让人家看不起 等一下 这位姑娘怎么办 难道说 你还要把人家留在这里 你太对不起人家了 阿隆就老保来 是 我要给这位姑娘出身 小红 你以后是不是都不穿那些漂亮衣服了 能跟你们一样 你不晓得我有多开心 这件衣服好像有点窄 我明天再换另外一件给你 我已经查过了 传越文夫 他是黑龙会的第一高手 也是全日本的第一高手 不过你不用怕 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农大叔 农大叔 这不是挺好吗 对了 你以后我就用你的本名速篮好了 好的 如果你们能对光子那么开明 那就好了 那不一样 不一样 光子是日本人 挺 还有十天就要比武了 你要多下点功夫 谢谢 老彪 过来 好 阿明 快点 快 老彪 平安真的好好的 我对待每一个人都一样 平安在进入门是不是武当最好一个 是 那么陈珍呢 他们两个差不多 我光光光 大师兄 你没事吧 你们怎么样 没事 来 我们再练 大师兄怎么啦 好像魂不省事的样子 嗯 传阅先生 我已经替你向金武门下挑战书了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我传阅文夫想跟什么人窃脱武艺做些什么事情 不需要陆军部担心 我要提醒你 黑龙会在中国的经费全部都是由我们陆军部支付的 没关系 你们可以立即停止跟黑龙会的合作关系 我看你们投山满会长一定不会同意的 我告诉你不要拿会长的名义来压我 我只是个教头 不是走狗 我去找你了 我去找你了 我找你了 我去找你了 是传任先生 你好吗 王子 你怎么住得这么远 早知道我就坐人力车来了 是我父亲叫你来的 你父亲很忙 我跟他也很久没见面了 那你来干嘛 还不是为了他 晨晨 你们结婚了没有 没有 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吗 我们是想结婚 可是中国人跟日本人都不会赞成的 还好你们没有结婚 万一他死了 你也不会变成寡妇 你说什么 如果你死了 我也会把你的骨灰送回日本 你那么有自信 什么 你们要比武 晨晨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 男人有很多事情不会告诉女人 晨晨 来吧 好 好 年轻人 告诉我最强的拳是什么拳 把拳伸的力量集中在一点爆发出来就是最强的拳 哎哟 打得蛮好看的 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石头会打人 你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会动的人 说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不跟我打 那最强的防守又是什么 是进攻 与其尽力的防守不如全力的进攻 在最短的时间击倒对手 哦 这么说你们霍家权跟堂守一样 是制钢的拳法 你到底懂不懂拳法 钢缺柔是浪费力气 柔缺钢是攻而不克缺一不可 老师傅 你怎么教徒弟的 格斗是醉际心浮气躁 一定要气定神险 你师父应该教过你这些基本道理 我师父没那么多废话 你到底打不打 打开 我老人家先要热身啊 别说别说 别说别说 别说 怕死 扔 帅 帅 帅 快走 这是什么拳 少废话 能打英零就是好拳 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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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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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睛没事吧 没问题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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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点 来 不要打了 晨晨 您其实有这样的功夫 很难得 要人家有这样的体力 也很难得 你不要客气了 中国人有句俗话 拳帕少壮 是智里名言 传一先生 你先穿上 你要好好记住 可是我还是输了 我刚刚用的是你的拳法 中国人的武功 是强调个人的修为 而不注重实战 你今天有这样的表现 可以说是一种突破 积极的目标是讲求击倒对方 你完全错了 年轻人我告诉你 要击倒对方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枪 练武的目标 是要将人的体能推到最高极限 如果你想达到这种境界 所以就必须要了解宇宙长生 好了 我走了 你不是要决斗吗 不用比了 我们已经决斗过了 是个平手 但是我不代表所有的日本人 在日本比我武功高的人还有很多 传越先生 你不是日本第一高手吗 传越先生的武功第一 是他的武功修为 而不是他的杀人伎俩 胡元甲我输了 我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徒弟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 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腾田缸 这下你输定了 没想到你的棋业进步了这么多 只可惜 人生不像棋局一样那么容易掌握 记得几年前 孙一新先生还是我们黑龙会最好的朋友 今天的黑龙会也变职了 就跟军队一样 他们想占领中国 想占领中国 那帮军部的蠢材只是在做白日梦 不是在做白日梦 目前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已经超过一半日本的军力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日本现在的情况就像一只很强壮的蚂蚁 想要吃掉一只在手术中的大象 大象不醒的时候 那只蚂蚁似乎有可能有点甜头 但是万一大象通醒的话 就算是再强壮的蚂蚁也绝对没有赢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 中国这只大笨象还没有醒过来 而且想吃它的蚂蚁还不止一只 它终究会醒的 不错 很可惜 现在大部分的日本人都不会相信你 这十几年来 日本每次的战争结果都能获得很大的利益 日本想成为一个大帝国 像滕田将的人物 日本实在太多了 这种情况看起来 这场战事真的无可避免 你回来了 你好 晨晨在吗 她还没回来 你请坐 请喝茶 谢谢 你中文跟谁学的 跟陈真 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晨晨你回来了 霍西正在找你 你 最近怎么样 在忙什么 我在电信局找到一份工作 你真放弃金武门 你真放弃金武门 无所谓放不放弃 不在金武门 我做的工作一样很有意义 金武门 金武门 还是需要你回来 我也把小红带回来了 最新龙那个 你还没见过她 恭喜你 你也可以把光子带回金武门 她们可以接受小红 不会接受光子 因为她是日本人 光子能这样为你牺牲 她是个好女孩 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 她留在金武门 一定会影响金武门的名誉 我不能这么自私 我最近学会一套拳 什么拳 我来教你 这套拳很像霍架拳 对 是霍架的弥宗拳 但师傅说过 弥宗拳是不传外信的 弥宗拳也不过是套拳法 差别只是由我父亲所创 陈真 请你答应我 明天我要到鸿骨道场决斗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 你就将这套拳法传下去 越多人学会越好 对不起 我终于还是决定要走 人生有些事比爱情重要 没有我在你身边 你能做的事更多了 遵守你的诺言 在日本军队回到日本的时候 我会在京都等你 又是地区 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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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阿伦去就可以了 停 我怕会有事 要不要多找几个人去帮你的忙 不会有事的 人去多了 日本人还以为我们怕他们呢 是啊 等我回来 小慧 麻烦你照顾小红 我走了 去吧 天安 我懂日文 我陪你去 走 他们两个一起去一定不会有事 长官 船越文夫 今天一大早就离开了上海 是 石骨不坏的老家伙 他不肯跟皇军合作 就是皇军的敌人 把消息传给东京 是 长官 能跟进入门比武的事情是不是要取消 不用了 不是每进事都要靠黑龙会 这一次由我自己解决 是 我们两个人一起来 太好了 霍先生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杀你父亲的凶手 出来 这个人被人收卖了 把霍先生买回来的鳄鱼肉下了毒 他背叛师妹 不用紧张 派他出去 是 没有我的命令 不止进来 是 全部出去 如果你输了 我就送这块饼鱼给你 这是我轻手洗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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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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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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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岔 也好 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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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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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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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好 好 啊 好 你可以走吗 可以 小心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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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狗狗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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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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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腾尖死了 走 怎么样动 开个洞就打死了一个 洛洛兰 你没事吧 没事 搞清楚 你们是阴珠界的巡谱 不可以在这里执法 我现在不是什么巡谱 我告诉你我是中国人 不管怎么样 陈真和霍亭我一定要带走 别做梦 你以为你们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 我看等一下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住手 大家不准开枪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他们给死了 不值得再为这个人牺牲更多的性命 中尉 带着你的部队马上离开这里 长官 中尉 我现在是这里的最高长官 难道你们真的敢抗命吗 是 追 推出去 是 是 先生 现在死的是一个日本军人 我要凶手好像政府交代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日本军部一定不会罢休的 你是说如果我没死 军部就会利用这次的机会开战 嗯 好 那就牺牲我一个人 果然不错 是个男子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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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鹰沫人怎么会对日本人让祸呢 本来就不是让务 这日本人跟英国人根本就是蛇手一窝 他们联手起了亲爱的中国人 让我们中国人不知道 中国人是太可恋了 陈珍真是个大英雄 三拳两脚就把红河道场打得落花流水 真是了不起 可惜就是死得太早 就是 大叔 你什么事 没事 我们继续聊 我养得了 真是没想到阿翔居然是内奸 我们以前还对他那么好 他这次做了五十升的第四柜 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五十兄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你说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日本人最多 东三省 那好 我们就去东三省打个痛快